2月8日元宵节 也是我到武汉的第五个夜晚 我约了一位医生在酒店采访 到了酒店医生还在加班 但是我却碰到了一只小猫 一只有固执的小猫 最近在街上看到好多流浪狗 我常常在门口那边开会 开会的话我会站一圈 有个帽子 像那样 这里是黑龙江医疗队的驻地 这个正在打电话的小姑娘 就是黑龙江医疗队的一位护士 那个是你志愿来的吗 是志愿来的 为什么呢 害怕吗 害怕刚开始还会有一点 现在也是有一点点 在前一天我去了武汉协和医院 的西医院 试图在那里待上24个小时 想拍摄一部关于病人 医生以及护士的一部短纪录片 从二楼到15楼 这里医院的住院部 已经被改造为一个三级保护隔离病房 用于治疗重症新型冠状病毒患者 尽管已经约好了 但是当我进入其中一个病房的时候 我却被突然告知 我不能携带任何东西进入隔离区 包括我的相机 我的所有的身份 甚至包括我的手机拍摄也不可以 不行的 我们都没有带东西进去 我们都不带手机进去 我们里面上面配了一台手机 作为自己我多少钱买了一台手机 一千万万五 我自己把那个新手机放在里面 那我一定永远都不能拿出来的 除了这个疫情结束了以后 到时候我们把他裱起来 把他留地链 带进去的东西必须留在里面 一片纸都不能流出特殊病房 这就是这里的规则 这里的医生和护士必须穿着两层防护服 手套 鞋套 口罩 以及护目镜 才能够进入那个特殊的隔离 中正隔离病房 我们脸都破了 对啊 里面都是水泡 不然的话我这样带 没法带 太疼了 最后想尽办法 我还是带了一个GoPro进去 拍摄结束后 我不得不把他放到消毒器里面 泡一整天来消灭病毒 进入到隔离病区 这里的医生和护士 必须连续工作六个小时 不能休息 他们不能喝水 不能吃饭 甚至不能上厕所 林大哥们用了那个指甲布 现在穿了吗 今天没穿 平时有穿是吗 有 那如果说 咱们如果想上厕所 就只能纸约着 纸约一条 三百多块钱 我们俩通样都可以 这里我遇到了唐兴医生 也就是之前我 约在酒店 一起共度元宵采访的医生 我是刚给那个 一个病人上了一个尿管 然后把那个操作了 第三层手上给它除掉 他说重症患者在这里 需要非常特殊的照顾 慢慢出现这个痒 痒气不足 那么它的意思就像刚才的 我们会有一些沾浪 或者是做一些无意识的活动 这时候你在上厕医医 或者做一些治疗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困难 但是我们一般都是 医生和处置已经结束一起 完成 自从我来到这个非常特别的 隔离病房 病人们的求助领神 就一直想得不起 更不用提护士们一直要 跑来跑去的去照顾病人 包括要给病人换尿布 由于有些中症病人 已经丧失了部分的行动能力 所以他们还需要给病人来 清理大脚便 我们好多护士 上了六个小时半 睡觉之后自己吸养 自己都要吸养 吸养吧 对 医生和护士必须自我隔离在宾馆里 与家人分开 我问了一位护士 当谈到他三岁的女儿的时候 这位护士 这位叫朱佩佩的护士的声音 就开始颤抖 我两个礼拜了 两个礼拜 非常好 晚上下班很晚 所以我回去的时候 他都睡了 就是我晚上回到宾馆里 他想要慢慢睡 他已经睡了 在连续工作六个小时以后 唐欣终于能够走出 隔离病房 脱下防护腹 开始非常复杂的消毒手续 这时候我看到他全身都起了驯马蟾 出来就会痒 驯马蟾 在里面 你工作时候一直在忙 就也顾不上 反正就感觉没那么痒 对 洗完了以后 把衣服脱完了以后 洗完以后 那就多久会消吗 可能要休息就是六到八个小时吧 邓欣说 他还是相信未来是光明的 我说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了 然后灾难 恐惧 疾病 这些都跳出来了 然后但是这个盒子里面最后的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看这个西法神话里面他说的就是希望 只要希望还在 那么之前的所有这些都不会是什么问题 正是这些人让我以及让我们相信 不管现在有多难 总有一天我们是能够以及必须打赢这场与冰毒的战斗的 再吃到三个半小时以后 我们终于等到了刚刚加班回来的唐欣 你今天是烫园没有啊 吃了 嗯 早上吃大利也吃点肉 哦 好像那个象牙的野区 对不对 北京的 上海的 广东的 嗯 你们最近没出门最近 嗯 没出门没出门去吧 没出门吧 没有没有我们没出门 我们就是就是那天新西医医医医院拿的药 那你们你们早点休息啊 好的好的好的 嗯 终于保重身体啊 好的好的 小爷爷讲啊 嗯 好好好 你放冷了 拜拜 不知为何最近我的泪点总是特别低 在回酒店的路上 我听着这首歌泪如溃地 你能拿到光 会越过黑暗 他不给决恐惧 我能找到 非常好 哪怕有你的光 就去上黑暗 遮住所有的孤单 不再孤单 不再孤单 也许是 世界求神